整场都是漂亮女生 马上我们用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漂亮女生求职者 有请 张亚晨 22岁 天津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专业本科 哈喽 各位同学好 很高兴今天来到传媒大学 我叫张亚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各位boss好 主持人好 今天来到废尼莫署 主要想找一个创意策划 营销和编辑有关的职位 谢谢 挺好 什么时候毕业 今年的六月份 所以现在要找的是实习岗 对不对 还找了什么工作了 没有找 为什么一直不找工作 因为我们12月份 刚刚学校刚刚结束了毕业大戏 然后之前一直在忙毕业大戏 然后就放假了 然后放假以后 我就投了在这边投了简历 因为是学表演的吗 想过以后从事专门的表演的工作吗 以前想过 现在就没有想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做一个演员 需要很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你的外形啊 你长得挺好看的 可是现在漂亮的演员太多了 因为我发现在四年的学习当中 除了对升台行表这一类的专业技能学习 还要一直培养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基本素质 比如说 学会观察生活 然后观察分析人物的内心 然后我觉得这个跟营销也有一定的关联 比如说营销需要分析消费者的内心 然后我们是分析 基本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的内心 然后就可以 有一举同工之处 你看啊 你今天 今天确实有很多人的内心 我需要你帮我分析 好不好 就以他们的表现 个人表达欲望最强的是谁 最爱显摆的老板是谁 这十位里边 我觉得是沐妍和五八同城吧 是沐妍和姚信波 说一下你观察的 观察到了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听人说 来 因为刚刚就从沐总的那个表现 就看出来 就是比较幽默 比较爱和戴子 也没有那么难听 就是说比较开朗吧 幽默还是二 幽默 幽默 对 你说实话 如果二的话 不会成立一个百合王 这么厉害的事吧 那是他一个人做的吗 观察在二十一世纪 二跟幽默是等同一词 好谢谢你 来 姚总呢 就是外表看起来比较沉稳 可是有时候会 就是说出一句很冷的话 让大家觉得有点那个 闷骚吗 其实我想出这个词 可是我觉得不太好 亚诚我觉得你一定是陈欧的粉丝 你得太不客观了 好 不不不 他比我们两个人都爱显辈 好的 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 我就是 不用说了 是吧 明白了 好 没有 其实小刚 我觉得开始他看得太懂了 他懂我 我其实是很低调的人 他们是真显辈 好的 张薇 张薇这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博士团新成员张薇 万家创投董事长 眼光独到的他 被誉为80后天使新贵 是投资圈里兼具时胜感与娱乐精神的投资人 看起来很内向很腼腆 然后很靠谱的一个人 很靠谱 特别不靠 他重点是看起来 好的 来 曲尾 感觉 Few 我觉得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实在没感觉 就算了 何必要 就一个男人比起来说 再看我十分钟 你一定对我有感觉的 对啊 对男人有问题 沐妍这是你说的很靠谱的一句话 来 刘亮 感觉他很实际的一个人 他是很实际的一个人 就世俗吗 不是 他就眼光也比较犀利吧 满眼都在伤机 因为研究游戏的人肯定会知道 现在那些大众群体会对什么方面会比较感兴趣 然后才会让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游戏 好的 那亚琛今天要找的这个工作 既然和表演一点联系都没有 咱们就说说你和你今天要找的职位之间的契合度 好吧 好 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优势和能力是什么亚琛 我对时尚和娱乐这方面我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我觉得兴趣 首先我因为现在还年轻 就是应该不断的探索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才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和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你刚才还说到了营销对不对 你对产品有概念吗 有概念 我觉得营销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事 因为有人说营销就是包装 我就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营销就是分析某一类的群体 他们会有什么需求 他们会缺乏什么东西 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设计出来一个产品 让他们拥有那个东西以后 生活变得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说物质世界变得更便捷 然后精神方面变得更开心 亚晨刚才也该提到了 他的一些大概优势还是说的比较模糊 博士团新成员王宇云 完美世界副总裁 完美世界是中国领先的 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之一 为用户与玩家提供 优质高效的专业数字互动娱乐服务 产品包括完美世界 朱仙 口袋西游等 那其实作为创意策划来讲 那其实你的优势 我觉得可以直接明确去说 那你可能是不是文笔很好 那你对一个活动的概念的敏锐度比较强 对一个产品你会上去发现 它的一些卖点和热点 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推销出去 非常好 你的优势体现在哪个环节 还是说我就是有很好的想法和创意 比如说完美 他们有这个朱仙 知道吗 知道 玩过吗 没有玩过 那这个产品不熟悉 好 那假设是一家园 知道吗 知道 是个搞对象的网站 知道 他们的产品就是提供婚恋服务 那你今天就组织一个活动 大龄男女青年 男五百女五百 现在你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 你要有一个策划 干点什么 能让男女青年们迅速就投入 看看你的想法 投入 抽签的形式吧 然后抽到一些幸运的观众 幸运的参与者 然后上台 然后上台做游戏 十个男十个女 然后玩嗨了以后 台下的观众也会看着 好玩也想来玩 然后就大家都玩嗨了以后 就会变得清爽一些 就是用互动游戏的方法 个人觉得想法非常好 但是呢 有一个大计 因为既然一开始 这个场很冷 你的作用是要破冰 但你在冰都没破之前 你需要跌了几个人 到台上来 众目亏亏就下去表演 这是大计 雅臣你好 因为你是学的是影视 相信你对影视 还是热爱的 对 去美容品 我们最近正投资一部 网络电影 叫女人公敌 河马 就刘慧补河马 还是蓝一号 沐岩也参演了 我是男三号 对 那参演演反派嘛 所以我想就是 我提供这些信息 你会怎么去推广 营销这部网络电影 你可问我问题 男演员是刘慧补先生 刘慧补 你知道这个人吗 就是河马哥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这部电影营销难度很大 因为男主角实在是太差了 男主角是河马 和沐岩 没有沐岩只是打酱油的 还有谁 很多人 张薇可能会去演一个角色 张薇也在演 这个公司是我投的公司 那么我会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 陈欧的助理 张薇你好无聊 你说你给公司投了那么多钱 你就在那么一个烂戏里面 扎那么一小角 真是无聊 我今天是扮演陈欧粉丝来的 可以把这个电影的类型 给我说一下吗 是喜剧 还是讲的是什么样的 这样会不会剧透啊 不会剧透 根本就没有剧 还透了 说一句话 简单说 讲的是职场公斗戏 亲喜剧 职场公斗戏 对对对 你家职场还带公斗戏 没有 就演了个戏嘛 好玩戏 就是那个 胡说的戏 我觉得可以利用 本色出演这个 这个 这个热点 这个概念 对 然后因为 还有就是 各位老总的 第一次荧幕 荧幕处女座 然后这个 这些都比较 就是有一堆人的照片 像张薇这种帅哥 不是不是不是 我给你出个好主意 像张薇这样的帅哥 啪 罗列一堆 都是什么什么创投董事长 什么什么创始人 然后 血淋淋的一行大刺 他们把第一次 献给了我 挺好 是吧 对 反正你们的戏也是烂戏 反正你们的也是烂戏 就用这种下三难的方式 学转呗 听我们报子 替选者回答问题了 你这不就 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这问题挺难的 这个亚晨啊 我觉得呢 就是你可能在你的专业当中啊 你可能还确实没有学过 营销策划的一些基础知识 对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策划能力还需要提高 亚晨 好 好 各位 时间原因 第一印象 你可以接着问 你可以接着问 我知道 那个进波属于慢热型 越是遇到了漂亮的异性求职者 热得越慢 你慢慢地积攒问题 第一印象 十位 去或者留 选择 流量离开 有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听波 是这样 我看你唯一 可能啊 我感觉啊 你唯一的优势 你是学戏剧影视的 你对时尚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 其实在座企业很多都有 类似的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58 我们会在很多电影 电视剧里面做植入 那么这个时候 你需要很准确地判断 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会不会火 你关注这个市场吗 就是有什么片在拍啊 有什么导演要拍什么片啊 关注吗 关注 你预测一下 就今年下面会上演的 哪些电影或者电视剧 现在正在拍的这些 是吗 我觉得小时代可能会火 小时代 对 你觉得小时代有可能会火的原因是 因为我看到了他的 因为这个导演以前拍过 是乐作机之吻吧 就是一个台湾偶像剧 比较 拍偶像剧比较好的导演 然后那些演员 我觉得也是现在当 比较当红的明星 然后我看过他的片花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郭静明的书迷也很多 然后大家就抱有那种 试探的角度 就是很好奇的心里也会去 关注这部电视剧 所以刚才在你讲的一个 你判断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 是不是能红 你把相当的精力都放在了 比如对演员的论述上 你有没有关注过 有没有关注过发行 没有特别关注过 但是会有时候会注意到 就是说哪个 哪个电影比较火 然后他的发行商是谁谁谁 我就回到觉得 电视剧没有 没有注意过 就是什么电视台 张老师后的问题特别好 发行是这里面的核心关键 还加个两点是营销 营销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这个时代的背景 真的非常重要 我觉得姚总这个案例特别好 就是我紧接姚总 刚刚那个案例里面 再问一个深的问题 就是拿五八同城来 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那你觉得 这个你首先判断的电影 会不会火之外 你要想这个品牌 怎么跟这个电影进行 植入的判断 那如果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考虑哪些方面 好 五八同城现在要植入 咱们别把电影和电视剧混了 咱们就说电视剧 好吗 五八现在要植入一个电视连续剧 你觉得什么类型的剧 适合五八植入 比如说一些职场的戏 可以直接安排 那个主人公在五八同城 这个网站上班 嗯 好 很好 职场戏 对 还有什么 要从网上买东西 或者是设计一些情节 比如说本来就会有的情节 就是说两个人互相买卖 结果发现对方是认识的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交易 你跑题了 什么类型的电视剧 适合他们植入 好什么类型的 对 穿越剧可能也适合吧 穿越剧也适合 为什么 神奇 神奇的 对 因为就利用神奇 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比如说 通过一个神奇的网 太可怕了吧 不是 这样的植入也太可耻了吧 因为是 效果肯定好 穿越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 从效果回报上 就是想法不错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说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小的案例 是你过去这么长时间里面最痛苦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想同中挖掘一些 你的这个持续和坚持的能力 好 最痛苦的事情 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吗 嗯 无所谓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每天 每天上歌都得起很早 每天上歌都要起很早 说明一个问题 雅琛没有痛苦 太幸福了 或者这么说 过得挺顺的 对不对 也不是 但是我的心态会比较好 遇到一些 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好的事 然后也会不开心 但是我会说服自己 或者你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困难 你是怎么去克服 让他觉得变得不是一个 在课边你好无聊 我们没挫折 我们是个大四的学生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学校上学呢 你以为我们去哪儿了 但是你知道吗 赵光老师 因为说实话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招实际生也好 招这种大学毕业生也好 你没经验 没能力 这个不是你的缺点 是你的特点 对吧 所以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你的学习能力 和你这个持续耐苦 我们说吃苦耐劳的能力 那如果你在你过去人生当中 没有形成这一个品质的话 或者是在面试的时候 没给我们展示的话 我们凭什么去招 但是大学生活怎么 哪儿就有那么多挫折 你知道 我就很多挫折 那是因为你太格色 你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 我一直在想 你知道我上大学 整个期间 我遇到最大挫折是什么吗 什么 因为我刚上大一 师哥们就看我不顺眼 不顺眼的理由呢 是我可能 就觉得自己还挺好的 然后就瞎嘚瑟吧 师哥们把我叫到一个角落 光光的灌酒 我把我吐的呀 然后 到了第二天 我和师哥们打成一片了就 对 这就是你克服这过程 因为你在那天晚上 征服了师哥 我没有征服他们 你没有征服他们 第二天怎么可能打成一片呢 我喝多了 他是让师哥 这是你的本事啊 他是让师哥 想说到征服的乐趣 你没有征服师哥 从你们这个对话里 我觉得是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问题 在大学里比较得瑟的人 容易比较挫折 但是雅成看得出来 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神经比较大条 不是那么敏锐 所以其实他的 他的优点 他的优点出来了 就是很诚实 他就是 他会说 我早觉得 起太早 是为了上课 我很痛苦 多诚实的一孩 九位 现在 就到了让大家 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 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会到了 张亚成的手里 张亚成 截止到目前的所有表现 就是很难总结 很普通 自己要 自己要注意 加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不能什么都那么平平的 如果就是这么平平的 真不好找工作 好不好 亚成 加油啊 九位 去或者留 选择 云离开 齐瑞 云峰 云欧 哇 这块又离开了 现在剩下来了两家企业 就可以 谈钱不伤感情 先听职位 来 张薇 万家创投 我们投了很多文化类的企业 可能给你能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我怕他们不给你机会 你给的这个职位是 你们投的 微电影公司的策划 好的 微电影公司的策划 来 百合网 是这样 百合网的这个市场部啊 全国有五十多人 然后呢 今年我们会投四千万 在影视制作和合作方面 职位是 营销 娱乐营销的专员 实习港 另外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 投资公司啊 对自己所投资公司 直接安插职位 这叫插手管理 不是特别靠谱 沐言啊 你除了说自己 你要是不说一句 别人不好 你是不是会死 不 当然我可能是有点 这个狭隘了 因为我们的投资方 从来不会给我们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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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狭隘 你是特别狭隘 而且你牙字必报 斤斤计较 沐言这样的类型的人 绝对不是我们要投资 创业心的人 绝对不 绝对不给他妥协 太好了 那个 我们这个公司呢 其实是一个 非常综合的一个公司 我们有微电影公司 有这个电视剧公司 有电影公司 都有 是一个全方位的公司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很多的 你可以参加我们 各个公司的巡演 但是现在就是从 微电影部分的 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来开始做 底薪给你三千 另外还有一些 奖金和提成 沐总 我们的那个 实际档工资 真的不高啊 我就客观讲 两千五 但你来这里 不是微电影 微电影指 其中一部分 是真枪实战的 院线电影和连续剧 参与制作和出品 我还要打断一下 如果说有可能 你来我这个策划部门 将来我们去拉一笔投资 到沐延的公司 拉个三百万五百万 我给你一笔巨额的提成 那种销售工作相当困难 不太好做 来吧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仔细思考 好不好 你可以选择 万家创投 也可以选择百合网 当然你还可以跟两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百合网 我们又得人家做一场梦池 我觉得我准备的挺多了 但是大家一发问的话 我就又全蒙了 最怕的事情就是 大家都为我灭了 但是还好没有 然后百合网也是 我比较之前 就比较想去的一个企业 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继续 少王老师好 多高啊 净身高180 平底 净身高180 对 差不多 本科学的是国际贸易 对 做过和国际贸易有关的实习吗 11年的寒假 在一个外企实习过 一个寒假是在一个 是在外贸采购部 外贸采购部 对 做什么 实习生 打下手的 就是打下手 对 除了这份之外 在大学 有没有什么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兼职 大学期间做了两年的模特 模特 对 是什么样的 车模 走秀 平面 除了平面都做过 因为这个身高问题 那想过以后往这方面发展吗 没有 为什么 首先这不符合我的一个职业规划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吃青春饭的行业 其次 我已经在大学期间就是学习了专业性的知识 那么我希望以后在社会中生存依靠的是一项能够让我真正就是掌握的技能 而不是说模特这样子 明白 还有什么 除了模特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在大学兼职过 类似于像销售啊 产品推广啊 这样的工作 做过促销 什么样的 零醋 果汁 在超市 对 超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会有那种专门零醋的那种专柜 对 然后做过一个寒假的 怎么样呢 觉得喜欢这份工作吗 挺累的 在这份工作里面学到了什么 比如说在这一份工作当中 因为我给是一个品牌做 那么还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但是在相同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那个展台做的是 卖的是最好的 为什么 你总结过吗 可能是我嘴比较甜吧 然后比较会哄顾客 我的表达能力 亲和能力 和这个社交能力比较强 好 今天你找什么性质的工作 跟人打交道的 所以我说如果在那种工作 又来了 又适合人打交道的工作 对这个词反复在节目中提到 必须要给大家补评一下 我不是要给你挠筋鸡转弯 你告诉我一个不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行吗 就是一个活人都见不着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天天跟文案呀 什么东西在一块 可是你文案也是给人看的呀 哎呀 陈浩你真不懂假不懂啊 就是市场公关销售这一类的 这是很具体的名词 跟公司外部的 对 跟公司外部的 不是 这就是我要说的东西 那个谁 陈浩是对的你是错的 不是他懂不懂 是这些话不应该 我还是说不应该是老板们说出来 是求职者在找工作的要说出来 对 市场啊 公关啊 要把目标 目标具体化 要把这个目标具体化 这是我要说的 任何工作都会和人打交道 就是求职者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演示 如何要正确的求职 你的目标越具体 我们越好选择 是的 这是一个过程 你要是在正常工作当中 你找一个和鸟打交道的 还是非常难的 对不对 描述准确 好不好 来 智杨 再说 我今天的求职意向 刚才自我介绍中说了 首先有销售 公关 或者是市场执行 排顺序 销售 公关 市场执行 第一位是销售 对 为什么喜欢销售 首先可能是家里的 一方面影响 因为家里人做销售挺多的 那销售 你是对哪类产品有兴趣呢 这个无所谓快销品 或者是零售行业 哪怕是互联网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像你 因为你条件比较好 但是我就想知道说 当时你在超市里面做的时候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 让你在那特别不舒服的吗 就做快销 我看好像看你是在一个果汁那 做零售的时候 有没有哪个事 让你觉得你特别不喜欢 那个环境的 不能说不接受 也不能说不喜欢 是有点不舒服 是因为我们做那个零售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小孩不都放假了吗 那么很多人带着 就是家里的人 带着小孩出来购物 然后就会指着我说 看你以后不学习 就以后像他这样 来这卖饮料 对 就会可能让我觉得 有点不舒服 其实我想说 我是一名大学生 今天既然世杨说这个 我们真的是要跟家长托付一句 咱们千万不带 就咱们也别往好了比 也别往所谓好了比 也别往所谓差了比 咱就自己说自己 别没事指别人当样板 你以后得像他这 其实说你以后得像他这 孩子也有压力 你以后别像他那样 人家怎么了 那就别像人那样 而且我觉得 如果大学生 千万不能有这种心态 因为像我们也做校园招聘 不做了十 也很多年了 十来年 但是我们所有的高管 我们公司高管 现在就是包括年薪 六十万以上的 到一百万的 都是从销售一线做起来的 必须是实战起来的人 他是最值钱的 是的 像你当时 如果有小朋友的妈妈 这么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积极主动告诉他 我就是大学生 大学生也可以卖果汁啊 因为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他只是在拉着 他经过我的时候 然后这么指着我一说 就到别的地方 不不 我要是你 我一定会主动上去 跟他说清楚 你会怎么样 我会主动过去说 我就是大学生 大学卖果汁很好啊 然后我要是孩子家长 我会说 我问你了吗 千万不能跟那女的 学生多嘴糟 我想分享一个例子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 出来的时候 就先认为这是大学生 这不能干 那不能办 心态没放下来 所有的工作 都是从基层开始的 所有的高层都要从基层开始 劳动就是值得尊重的 自己要先热爱他 我恰恰相反 因为刚才这个女生问到 就是说你在卖果汁的过程中 认为你最有挫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恰恰相反 就是你认为一个地位上的落差 让你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其实这个并没有体现出你的销售能力 或者销售中的一些障碍 那你为什么会在意这些事情呢 因为其实 都会在意 加油 因为一个成熟的销售 第一是抗打击能力很强的 他不是成熟销售 他是在大学里面去那块 去过节 去超市做那个临时的 张勇 我说的才是问题的本质 就是大学生心里的优越感 没有放下 好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施阳应届 明年六月份正式毕业 他希望的工作 销售类的工作 公关类的工作 市场类的工作 对吧 有没有可能 选择 只见了一看 第一位留下来 这一生我有台 明年周老师的建议 施阳您好 我觉得你的形象跟气质 不单单男老板看着喜欢 其实我也非常的欣赏跟喜欢 但是呢 通过你刚刚一个表现跟展示 说实话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张白纸 但这没关系 毕竟刚出校门嘛 我倒是觉得 你这么喜欢与人打交道 可以往管培生方面去发展一下 不单单是在销售公关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全方位的学习 对你来讲 可能比直接去市场销售更重要 好吗 好 谢谢周老师 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这个除了身高 这个参加做过模特以外 其实跟普通的毕业生比 对 也是比较平淡的一个 就是说你有很多意向 去很多行业 但确实也没为这个行业做过什么准备 这个你现在设想一下吧 三年以后你希望你是个什么状态 我的规划其实是五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五年 好 可以 没问题 对 我五年的意向就是 我不想当一枝花 五年之后我希望我能成为一棵树 差不多 快三十了 能说具体了 这也没人把你当一枝花 不是 就是不要把我只是当一个 不要太在意外表 而且有很多内界的东西 是不是你太在意了 这个你看我刚刚说 你除了这个身高啊 这个做过模特以外 你现在还是不由自主地 把自己往那边靠嘛 我就是抛开这些不看 你希望在职业上 你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三五年以后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做什么岗位 经理吧 不用天天跟特别沉闷的文案 做工作的 你做到经理 做到中高管理层 你必须要有文案的基础啊 没有这些 做经理写的工作量 不会少 而且如果做市长的话 也有大量 其实我想补充一句 我不是要替你说 我也是给电视机前的 一些观众说 就是其实 现在很多的招聘网站上 是不会去跟你讲 就业率这个概念的 但你要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北京的一类本科的就业率 只有65% 而你现在所毕业的学校 我也不想说很难听的时候 可能50%都不一定到 就你身边很多朋友 也在经历着找工作的困难 所以其实往往你们来找工作 是说老板你看着我行不行 选我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应该你要很积极地 让我们认同你 而且你应该是销售港 那我这里面查问一下 你本专业是学国际贸易的 那你是否想过 在国际贸易这个专业 继续往深的走呢 刚开始步入大学的时候想过 要不然也不会报这个专业 因为我当时报大学的时候 是看专业跳的大学 后来发现 其实它跟我想象中 要从事的那个性质 不是特别的一致 因为它可能如果 更深地走是报官员 对 这样子的 但是 不不不 国际贸易的 他们也是罗帽的基础 那也不可能 因为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它涉及的 整个流程 报官 包括物流 只是其中的一些流程 那么其实国际贸易 有很多的是国际销售 对吧 也都是 我的很多销售 也都是国际贸易做起来 专业是不是学国际贸易的 是 而且我在国际贸易 干了五六年 因为我们学校的确 老师没有给我们说过 像那个刚才刘总说 有这种国际销售这方面的 一直说国际贸易出来 如果你想走得比较好 就是去考一个报官证 当报官员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 那你自己没研究过吗 是实话没有研究过 没研究过 来 小燕提问 那个你有考虑做家具销售吗 考虑过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特别适合 因为你不愿意在电脑边工作 卖家具就每天站在店里 跟客人说话 那是你大部分时间 都不用去考虑电脑工作 那你觉得你能吃苦吗 能 能 但是小燕你觉得他身上 真的有销售的气质吗 非常有 非常具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淡定 友善 而且善于沟通 也能聆听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缺点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表达清楚 因为他这么年轻 你希望他多清楚啊 尤其是教育体系出来 我还没怎么看见几个脑子 特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不是他的原因 对吧 就像上一期 最近刚刚播出的《非你莫属》 今天有人问我 说你怎么没骂呀 说你为什么 就是最近你怎么不骂人了 我觉得不是这些孩子的错 我为什么要骂他们呢 真的是他的错 我就骂他 不是他的错 我为什么要骂他呢 所以在我 真的不是说 我今天恭维这小孩 因为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90后 这小孩这样挺好 我没找出他有什么缺点 好 谢谢小燕 其实我跟小燕解释一样的 一镜 我觉得这个孩子蛮不错的 因为他很淡定 刚刚就这样子 双方老师这种问法 其实很高要 而且很具体 其实他很难答 不是理论能弄的 但是我唯一跟小燕解 有一样一样的顾虑 就是他能不能吃苦 所以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既然有这么好的 模特机会 那你肯定赚钱多 也容易 你干嘛还跑去超市当灵促 因为我之前说了 这不符合我的一个职业规划 我希望能够掌握一种 能让我以后 真正在这个社会上面 生存的技能 比如说如果我灵促的话 那么我就是等于说 虽然他其实不能更高地 提到这个销售的高度上面来说 但是我觉得 哪怕我以后去卖别的东西 我自己去尽了一个东西 去卖别的东西 我卖得出去 那么我能依靠这个去生活 好的 十一位在场上的 去或者留 选择 你肯定是 忆风离开了 凌晓龙离开了 沐妍离开了 沐妍离开了 穆颜离开了 沐妍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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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营销方面的管理培训生 可能未来你的方向是 媒介公关这个方向 好的 福腾集团 那么我给你提供的是管培生 培训的方向有两个 一个是国际贸易商务 叫高端商务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国内四一类产品的销售 往这两个方向培养 工作地点先是在 先是在北京 北京 好的 来 伊利诺伊 我给你提供的是店面销售顾问 店面销售顾问 工作地点也是在北京 好 黄远南 我们专卖第四一步的 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浙江 浙江 好的 来 也是广培生 因为我们所有的广培生 都必须从一线坐上来 才有机会往上走 好的 高兹 是在北京吗 戴侠 对 在北京 在北京 李小壮 新航道 好 我们新航道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北京新航道学校的 学习规划师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销售的岗位 好的 都知道了 都知道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谢谢 谢谢 再见 陈昊 谢谢您 再见 华远南 谢谢您 再见 华远南 谢谢您 留下来的两家 是胡东集团和伊利诺伊 谈钱不上感情 今天广飞生呢 肯定你要在公司的几个部分走一遍 那这样的方便于你梳理你的过程 梳理你自己的思路 哪个方向更适合你 基本工资实行工资两千八 然后到了具体的岗位之后 根据那个岗位的具体要求 给你提供绩效和相应的工资 我们给你提供的店面销售顾问呢 是要有提成的 所以你的是两千八加销售提成 两千八加销售提成 好的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住宿 住宿管住宿吗 我们不提供住宿 我们可以提供住宿 刚才前面那个姑娘 今天她也选了 她要住宿我们也可以提供 这个我要想一下 就可能是这个 没有一个下面提供住宿 可能看是这个 我们在竞争你的过程会弱势一点 但是你要充分思考好 你对于未来职业的详细规划 是 慎重考虑之后告诉我们 你今天的选择是 福灯集团 还是伊利诺伊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俩 再见 福灯集团 还是伊利诺伊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俩 再见 我今天来到 飞你莫属这个平台 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份 跟项目的海外合作洽谈 或者是海外市场推广之类的工作 那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跟我说 一个人的成功 可能未必是取决于 他曾经说出过什么 什么 可能是取决于他听到过什么 并且听进去了什么 所以今天在找工作的同时 我也希望能够 吸收和消化各位老师的指点 并且能够把我听到的东西 有效地转化成为 企业和国家的生产力 谢谢大家 欢迎职计 小龙老师好 说的事都可吓人 把要听到的东西还转成企业 还有国家的 还生产力 咱怎么聊天 咱注意啊 通俗点聊天 这不有点紧张啊 有点 对不对 慢点说 咱说自己的事都不紧张了吧 本科在哪念的 复旦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哎呀很好 咱们是一个专业的嘛 对不对 上了四年之后 就去美国了 对 这个学校叫加州艺术学院 对 这个学校很好 这个学校我给大家 多说两句 这个学校是那个迪斯尼 里面的很多工作人员 都是从这个美国加州 艺术学院毕业的 学的是什么 就是导演 我学的就是我们的专业 叫film and video 就是电影和视频 视频 对 是偏艺术对吧 对 偏实验艺术 偏实验艺术 对 学了多久 上了三年的研究生 哪年回的国 是去年 去年回的国 对 那这一年干嘛呢 一年其实我都是在 马上进入了一家 民营的艺术馆 艺术 美术馆 馆 美术馆 在做那个艺术展览 项目的协调和执行 你回来之后 有没有找过和影视 有关的工作 没有 就是影视那块 那个梦做没做完吧 我觉得导演梦 可能没有做完 有可能是在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以后 我觉得近十年 我是不会考虑的 你一猛就把自己 遮到五十七岁了 等到中国 也全面超越 好莱坞的时候 你拍个什么东西吗 可以看吗 可以看 可以看 来来来看一下 那个 看一下实习的 大学作品 实时比较小众 不是 你 是不是你喜欢的 对 讲讲 这是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我当时 在美国的一个outlet 就是他们的一个 批发的一个 大的一个帽里面 然后我就发现 它那个 有一个架子的 最下面有一层 那就有一个小朋友 蹲在那个下面 然后他就是很无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后来不知道从哪 又跑回来 另外一个就是 更小的小朋友 然后就跟旁边 那些大人 就是抢包的那个场面 形成了一个 非常鲜明的对比 完了之后 我当时看到 那场面之后 我就是非常心酸 然后因为我觉得 现在就是 不管是在 可能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也好 可能我们太多的 就是注重了 这种物质上面的生活 但是在同时 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 身边可能 在你的那个 你根本看不到的 那个角落里面 可能有一个小朋友 蹲在那边 他们可能以后的成长 脑海里面 永远就是留下 大人在这边 疯狂 抢这些 很物质的东西的场面 但是 不至于 你都担心 不至于的 这是第一 但是我的理解 还真是 你看人家拍的 艺术电影 就不一样 我以为你在讲 人和人之间的隔绝呢 所以实习 你这个电影 其实他说这个 我还真探懂了 后来摆拍的 就是挺文艺的 后来摆拍的 我刚其实看那短片 包括看你的履历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不错 真的是一个人才 因为我是 我也学了两年的 现代影视管理 包括其实我 今天来的路上 我还看到我一个 中影星美的 一个艳雨的同学 还发 就说影视 其实缺乏人才 刚才的这个电影 我相信如果换另外一个 普通的艺术院校 毕业的大学生 拿过来放 老板们就会 有另外一番说辞了 可能很多时候 光环还是比较重要 我刚看你的简历上 提到就是说 你第一样是文化产业 产品的这个 市场就会推广 但你上来之后 你讲的是海外的一些工作 跨国的 对 其实你很适合 现在在国内的这个 文化产业发展这个方向 来把这个月明 这个当做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找这个工作 是跨国的这种项目 推广项目合作 是第一选择 对 我觉得我自己 现在就是很注重 就是能够跟海外的 这种联系 因为我觉得我 毕竟在美国 有四年的经历 还是希望不要浪费掉 这块有一位 刘家勇先生 他在海外 是鼓刀太阳能的 你好 你认为这是你的选择吗 假设他给你个工作 太阳能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要再综合考虑说 比如说工作具体的性质 工作环境 工资待遇 这样我仍然有一套 我觉得他这个特点 还是非常符合 像我们集团的需求 第一个呢 他具备 我们叫做国际人背景 他有海外的留学背景 然后同时呢 又懂中国的文化 而且他跨行业呢 有比例于他理解 像我们太阳能行业 这种就是说 这十年就快速增长 然后呢 同时怎么样推广 因为产品本身 这也是文化的一种 也需要传播 但是我觉得 也需要让大家 进入的一家 在一个理科生看来 太阳能行业 是一个很没有文化的行业 就是技术生产 白天不懂夜的黑 比如我们旗下 我们有一个就是 SolarF阳光网 我们在太阳能产业 传媒行业 已经排名第一 在中国 那如果假如说 就是说我们要 就是说设计 就是一系列 这个太阳能产品 你如何 就是说用什么样的 手段和手法 让迅速的 就是老外 来接受这个产品 因为产品本身 代表着文化特性 好 首先我觉得 我可能会想到的 就是先把国外的 这个市场 可能划分一下 那我觉得 是看您的这个产品 是想推广到 国外的一个 什么样知识背景 什么样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 这些渠道 来搜集一些 跟您这个相关的 产业相关的 这样的信息 那么去了解 这个产业 可能它面对的 美国的具体的人群 可能是哪一些 那如果 好 大一 我特别想问到 它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一个角度是说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 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因为大家确实是 这么好的一个学校 也是很小 本身学校也很小众 在那中国人更小众 你选择了 这是第一个 你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我觉得 其实教育本身 就是以前在去美国之前 我有这种想法 那我去了美国之后 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就是我认为 教育本身 其实不在于说 为你的以后的 职业的道路 打开一扇大门 我觉得其实 教育本身的意义 在于就是提供给你一种 帮你建立一种 世界观和人生观 能够让你 就是以一种 以一种你 发泄你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正是 美国人教我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教育 其实未必一定是 要跟你做的事情 要衔接起来的 这是你选择他的原因 他选择你的原因 我非常同意 这是我平常 也是一直坚持 这个 我为什么问他那个理由 那个动机 其实正好显示 他今天这种选择 就他把这两年 这两年多这个学习 也就是看作是一种文化 人文的一种熏陶 和一种储备 其实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可以做任何 只要跟艺术有关 或者说跟 跟这种理念文艺 文化有关的就可以 我觉得甚至都谈不上 他对他这个电影 纯艺术电影的喜欢 说什么时候一定要做 好 十二位 第一印象 先做出来判断 你们觉得 十七十七十六十六 选 好 谢谢 没有人离开 天生我有财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抛开你拍电影 你有别的什么能力 超越常人的 你给我们介绍 一二三四五 我觉得我首先可能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最大擅长的 可能是和人沟通 还有这种协调的能力 第二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 就是上传下达的 这种执行能力 比较强 第三 第三就是我自己 其实是有一个 很强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我觉得无日三省无身 我觉得我 就是还是经常会 分析自己 剖析自己 第四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 自我感觉 就是我 我虽然是一个文艺青年 但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力 还是比较强 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 就是比较 还是比较理性 遇到文艺小信联 我就有点小激动 那么就是其实在座的 各位其实我觉得 离他的东西不牵强的 实际上就月明和我这 他那是做音乐的 我还有微电影 我们是做生活方式的 其实就是 埃乐活呢 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 一个生活方式的网站 了解吧 埃乐活 我们在这里面 马上就会推出一个板块 叫文化板块 所以我们有一个梦想 或者说我有一个梦想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把文化推广给所有的大众 把艺术推广给所有的大众 那就是我想 我想就是询问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网站 现在有没有计划 就比如说是能够 就是到国外去采风 就是了解说 比如说像欧洲或者是 我们重点目前 还是在中国的这些美术馆 你有机会 走遍中国大街小巷的 各个美术馆 去发现中间的一些细节 去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把国际上的一些优秀的艺术 带到中国来分享给大家 但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就想把这个伦敦的一些东西 分享过来 做一个网站 没什么钱 所以它现在主要让你在国内采风 对于国外的那些东西 它的网站也想有信息 所以它负责由 已经在国外的那些人采风 不一定是你去 对 就是互联网的方式很重要 我觉得我的工作 就是希望还是能够 比较经常的 能够跟海外的国际上的一些人 能够有这个洽谈和平等交流的机会 经常有出国的机会 我觉得可能出国是我的一种工作方式 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 我觉得可能是说 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和更多的国际上的高端的人才 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对话 但是有一个前提 现在中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很多 大部分国外的艺术家也会来中国 完全可以足不出国门 便见天下之势 我觉得它要的不是这样的形式 它要的是真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 但是我就说尹芳有一个问题 不能把生活方式和工作混为一谈 这是我从于刘贵复的 我觉得不不不 沐妍 因为他一种国际化式 有世界上有文艺青年 他国际化式一种人 但没有文艺工作 没有说文艺青年式的工作 你没有在国外留学 你不能体会对你的感觉 这是国内找工作 大家要找有国际范的工作 你就在误护导 你能提供国际范的工作 有人可以提供 有人可以提供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问题 你们谁都别觉得 来都安静 其实他刚刚已经很整齐的表达 我从来不说英语 现在我要说英语 都杀他 来 周老师 好 其实实习他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他很明确的知道 他要一份工作 就是能够常常出差 然后呢 跟国际有些交流 这是第一点 请老板们一定要听好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工作 就不要再跟他 在这边来来回回了 是的 那第二个呢 实习他的形象 包含他的气质 都非常有文艺范儿 那我觉得如果您的企业中 有这种文艺范儿的 这种人物的需求 也可以选择他 就这两点 听说给大家 周老师 你太明白了 谢谢 周老师 你真明白 你说他们逻辑发作 怎么听不懂呢 来 现在 12位要做出你们的判断了 你们觉得实习怎么样 12位 选择 谢谢 来 分别说一下 你们能够提供的职位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我们提供的职位 就是海外的这种商务沟通和拓展 然后有出国的这种机会 来 前程无忧的职位 前程无忧可以提供一些项目的经理的资位 岗位给你 来 百合网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视频项目 是给我们的成功的会员 拍这个艺术电影 然后去展现他们的故事 这个职位就是视频项目的这个经理 好 视频项目的经理负责人 来 来 咖啡之一 我给你的职位是企划部的品牌推广 这个职位是值得你考虑的 好的 这个职位来自咖啡之一 加油 福能集团 我是来自福能集团 我给你的职位是刚才我提到的 欧洲新能源阳光股 那么欧洲新能源阳光股 是位于巴黎 往南大概是一千亩 我们这边做三个规划 一个是新能源 新科技 新文化 我们在新文化领域呢 甚至现在也在策划一些 包括是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产品 进入欧洲 好的 来自福能集团 我们的隐私合作专员 我们希望你就是说 能够把你的文艺的这些做法 这个引进到五巴里面来 这个和这个更多的电视节目也好 电视台也好 更好的合作 来 VIP高级销售代表 带客人去欧洲美国买家具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泽信金会湾房地产 这个徐徐呢 从那个美国学习文化意识回来 那么我是做房地产的 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 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 一直把房子 过去房子都是个生活用品 那么我想做成有意识性的 房地产 职位 总经理 助理 这样的岗位 专门负责策划和推广工作 好 来 爱乐活 那么我们这个岗位 就是一个文化项目的 这个运营和推广 就像我刚才描述的 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 去让更多的人 文化传递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间 现在是九家企业 在现场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七盏灯灭掉 谢谢您 再见 晓晏 谢谢您 再见 周继佛 哇 非常感谢 非常喜欢你 非常喜欢你 谢谢 尹峰 再见尹峰 非常喜欢你 谢谢 再见 再见沐妍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再见崔东 现在还有一家灯 你需要灭掉 非常感谢 再见 太虎 谢谢 两家流了下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和 初登集团 弹钱不张感谢 税后的八千 你可能比如说在薪资方面 包括福利方面待遇 未来其实增长的空间是巨大的 好的 刘总 也是岁后八千 你会有一半的时间 直接生活在法国巴黎 生活在那边 那么在那边呢 你会获得欧洲的待遇 欧洲待遇 肯定是远超过这个数字 是两千欧元起 谢谢 思考一下时期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还是福能集团 思考一下 我选择福能集团 速齐 30岁 北京人 德国 德雷斯队音乐学院 声乐学专业 硕士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富奇 今年30岁 来自于北京 毕业于德国 德雷斯队音乐学院 硕士 毕业 然后我今天来到 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想要找的是一份 与音乐 艺术文化 或者时尚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少刚老师 我们全家都是您的粉丝 我您刚才 稍等 粉丝就好了 加一个儿话吧 老像是吃的 那我们得代表 我们北京人 对吧 是是是 富奇你是学声乐吗 对 那本科学的是什么 还是声乐 本科是在国内学的 德国学的 本硕连起来的 本硕连读的 对 那你这个声乐 加起来是九年 对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09年 09年回国 对 一直都是在做 私人的教师 一对一的声乐老师 一直在这么做 一直 所以我想收入也应该不错 还行 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想到来找工作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你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回国之后 我没有去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对吗 然后我现在做声乐老师也好 与人接触的范围 我觉得比较小 除了学生 就是学生家长 我就是觉得 我到了这个年纪 三十岁 然后我应该看一看这个社会的样子 然后也应该给自己未来的日子 打下一个基础 今天给自己设定的职业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只要是跟音乐艺术文化 就是这一块 周边的产业有关的都可以 时尚 我都愿意做 我这么说 老板们之所以是老板们 就是因为他们能口吐莲花 尤其是面对他们喜欢的求职者 冯军把话筒先放下 你那没有和艺术有关的 但是只不定冯军一会就编出来一个 我们是爱国者 爱国者里面有音乐 爱国者里面 如果我们爱国者有一个 哇 反正不知道什么能用上音乐的职位 你去吗 反正我就知道老板们之所以能成功 一定有一个是不会改的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 为什么叫聪明人呢 说出一句话 把你们的道都给你们毒死 所以大家说话小心谨慎 声乐一直在做声乐 说实话 职业生涯很简单 简单到三年的职业生涯 都是属于一对一的这种 职场经验约等于没有 约等于没有 是吧 对 来吧 各位提问 来小燕 你能跟我们说说 除了唱歌以外 你有什么其他的特长 或者是能力 好 我觉得我这人就是 当然我没有去读过 公关策划这种东西啊 但我觉得我这个人 点子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 跟我星座有关 销售还行 销售 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淘宝网 不说没有啊 不红 但是呢 德国有个论坛 叫评据 大家就在上面 一开始捣捣二手货呀 但是我在那边 捣的还行 没捣二手货 我从一个朋友那 批发衣服 然后在这论坛上卖 我保证 只要我贴子一开 大家守到三点 半夜三点 一夜而空 就是一抢而空 为什么 我始终坚信 不管是音乐产业 还是任何的一个东西 今天购买你东西的人 他也许不懂 但他会懂 只要你的是好东西 他的忠诚度 一定在某一个时间段 会展现出来 那么我自己 系衣服也好 我肯定先拿出来 线头 所有的全剪干净 运干净 叠好 即使我检查过这件衣服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跟我说有问题 无条件退货 他的这段陈述 其实正是印证 老板们的一个担心 因为在职场当中 是需要大多数的事情 都是团队的协作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做主 说了算 可能在协同性 合作性上 老板们要继续的 答论好了 你在国内这三年 一直是一对一的 这种家教 对 对吧 你的性格里 因为你性格很笃定 很自信 是吧 这种性格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职场适应的 这种问题 这个问题你思考 没思考过 我思考过 可能因为我在德国 待时间长了 德国人脑子是方的 这字典是他们编的 没办法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我回来之后 家长们也老说 说傅老师 你这个天使的翅膀 有一天会折翼的 你也应该上外面 去看一看 走一走 不是每个人 都一定能接受得了 你这一套方式方法 因为我每次跟学生 一见面 我第一阶课 不上课的 不上课的 干嘛 我说你坐下 咱们先聊聊 家长也在 孩子放在我这 就归我了 我不至于进行 打骂教育 我教你了 你练了 练好了 那是我的 我教你了 你没练 回来 那不是我的 如果今天我教完你 你练了 没练成 全款 退退退 张老师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知道我来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 会这么看着你吗 嗯 我不会把孩子 送去你那 我不打他 太吓人了 孩子们可爱我了 你这个比 你这个比打都厉害 我真不打 你看你那个 杀人的眼神啊 咱们现在恢复一下 好不好 恢复成自然人 好不好 张老师您说 好 来 来 各位继续提问 这是我要提问的 我要讲的 因为我观察的比较细嘛 你有一个细节 是一对一的时候 卖萌卖的比较严重 用力过度 但是一对多的时候 你非常正常 而且交流的非常畅通 就假如我是把你做一个销售 而且是销售高管 要去面对客户的时候 你是以一对的一的形态 还是一对多的形态 或者说在里面有一个调和 我自己觉得还是需要看对方 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对方就是讲的 跟烧干老师一样 你就会准备卖萌是吧 我还真是受不了 我主要是因为 我是您粉丝 他刚才很严重 气节表情过度 不是他自认 他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在两种状态 跳进跳出 跳得挺顺畅的 他到我这儿就 把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们是双子 我们身体里有两个人 我其实看着你 站在这儿 我挺冲动的 博士团新成员夏华 伊文集团董事长 伊文集团是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成员企业 也无范围包括服装服饰 文化创意等领域 在全国拥有五百余家店面 我觉得他有某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思维 就是他不是特别容易被别人去掌控他的思维 是我在所有的见到的海龟里边最特别的一个 就是搞艺术的或者是很少有这么强的应变力 对吧 你搞艺术的 他这专业性比较强 我觉得他做主持人 他都在邵刚旁边都不弱这一段的表达 比我强 但除此之外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我刚一直在合计这问题 你除了管你的那群孩子之外 你还管过其他的人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主要管孩子 基本上你肯定按你的想法说的算 是吧 非常强势 第一印象 他的第一选择仍然是偏艺术和偏音乐 是须是流 选择 黄波也离开了 十位流了下来 这一生我有 来继续听周老师的建议 你好福奇 其实各位老板都蛮喜欢你的 我也知道你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我必须要给你泼点小小的冷水 给你提一些缺点好吗 其实我很喜欢你学的这个艺术 这个部分 人家说学艺术女孩比较有气质 我觉得气质OK 但是有一点点今天在到台上 有一点点在扮演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不希望你把真戏演假 我希望你把假戏演真 那么你怎么正说我不爱听的呢 我们是个真戏 什么叫真戏 我们这是真实发生 这点我同意小刚 我觉得其实就是本色就行了 千万别伪装 伪装了之后 到了公司也麻烦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一直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表达着 而且表达的非常的丰富 丰富到超越了生活化 有点 我们的恍惚好像是在看一个舞台剧 我首先说 周老师 刚才说的 对 我自己觉得啊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可以证明一切 可以是杀猪刀 但是 真的也可以证明一切 我性格为人的确可能有这么一点点戏剧话 朋友们也经常这样说 我不知道这跟我双子座有没有关系 你从职场的角度来看你的话 你从温柔到犀利的时间只有零点一秒 这是所有的企业家最害怕的 最害怕的 你第二个是优点 你在干和柔之间的这种相机是够了的 但是你用好它的尺度 确计前面的那个东西 在不断地示范出来 就是你的表情和你的思想是同步的 在犀利和温柔之间 哗叉就过来零点一秒 谢谢 这因为他长期跟小孩在一起 第一是长期有小孩在一起 第二你不得不说 在舞台上待时间长了之后 舞台是什么呀 因为他离观众远 所以舞台表演 他就是一种舞台感 舞台表演 那个舞台感 他一定要明显 真的他站在这 我觉得他天生像属于舞台的 不属于生活化的 是因为着急嘛 对不对 我倒是觉得傅琪聊得很生动 沟通也很好 就我的观察 这样子 傅琪首先第一个 我非常看好你 博社团新成员姚刚 柯宝伯洛尼旗下 柯宝品牌总经理 这是一家专注于整体厨房的设计研发 引领现代时尚生活理念的知名企业 同时也是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成员企业 我在你身上 看到一个女性的CO的 十二个字的那个魅点 友善 敬直 亲切 最佳 高雅 宽厚 有了 其实你身上有很强的一种女王范儿 或者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舞台下气质 你说实话你是非常优秀人 但我觉得可能今天这儿真的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老总说他是一个好的CEO 其实我觉得他未必是好的CEO 但他可能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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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他就是具备女性CEO的这种这种具备中的钱 十二个字 但我觉得他更是要做个女性的创业者 因为他身上确实有足够的领导力 而且作为一个风向星座的人 因为我也是风向星座 他希望去感染别人 影响别人 让别人认知到自己 觉得是非常棒的一点 我不是特别同意陈欧的那个那个话 我是觉得其实就看你要找什么样的人 你比方说你从他 每个人从你的舞台上 在这几 在这个半个小时里看到的都是不同 有的看到了你 你向眼 有的看到了你的从容 有的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他肯定是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是觉得你想要什么很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好 就是好的营销也好 好的策划 因为他是个主导型的人 没人说他是不真实的 我觉得很真实 只是表现力过强了 是让你看不到内心而已 我知道他给你留了一个永恒的谜题 好了来吧 因为现在还有十位在场上 所以到了十位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小富的手里 来十位选择 一位两位三位 四位 好 仍然有五家企业留了下来 来听一下五家企业给留的职位 从一例段一开始 这个傅小姐我真的很欣赏你 那我给你的职位是VIP大客户的销售顾问 谢谢 巨美优品来 在我的市场团队里面找人都非常多元化 有以前做魔术师的 做相关的事 但没有个真正懂音乐的 所以我给你职位 是我市场部的活动策划 在年底的时候 巨美优品会有个非常大的活动 是我们的美妆风尚盛典 今天是第二届了 所以我希望你下午就团队一起 给世人展现一幕非常棒的庆典 好的 这个工作来自巨美优品 爱国者 孙秋 富奇啊 你的性格非常独立 如果被派到德国来讲 其实你会受欢迎的 另外呢 我们 这都什么魔品 好 另外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呢 有一个会员叫 这个林德集团 他是收购了德国的帕西姆机场 现在正在邀请 这个联盟的各行各业的企业 去那入驻 所以联盟呢 得需要派一个人去那服务 这些中国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企业 帮助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好的品牌 能够落地德国 明白了 落地欧洲 能够帮助中国的品牌 在那里去成功 用你的性格去征服德国人 冯军人 你挥了半天 这个职位叫 这个职位是 这个爱国者国际化联盟 驻德国帕西姆机场 办事处主任 哎 冯军我跟你说 我真是服了你了 以后我给你一个建议 好吧 现在销售都不叫销售 叫销售专员 您能以后给这个职位 起个稍微好听点 这不是被你逼的了吗 所以我回去才好好想一想 另外的也可以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 对这个事你可以起个更好的名字 怎么样方便工作 怎么样能够让你带来自信和自尊 你就怎么样去选择 但是目的很简单 帮助各行各业的中国品牌 去欧洲落地 爱国者联盟 驻德国帕西姆机场 办公室主任 明白了 好嘞 来 一文 这个傅琪 我准备在你身上 把我的冲动进行到底啊 因为我们是做时装的公司啊 因为我有一个部门叫 这个 时尚创意中心 因为我们每一年的时装周 都会有不同的和全球艺术家签约的主题 我是觉得因为他在艺术上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他沟通上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他可以负责这个项目 这个职位叫 时尚创意中心的副总监 好 时尚创意中心的副总监 有了一个办公室主任 有了一个副总监 来接下来 柯宝 现在呢我们跟爱国者那个冯君老师 我们组成了啊 爱国者联盟 我们要在德国帕西姆机场 设立我们中国元素的啊 全物系统 就是整套房子装修好的啊 一个办事处 我们现在缺那个办事处的经理 好 五家企业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三盏灯灭掉 再见 再见 冯君 再见 杨刚 再见 再见 小燕 最后剩下来的两家 一家是一文 一家是剧没有品 盘前不上感觉 我们这几位心境是八千 好的 我们的薪君是副总监是一万块钱 老板们是冲动了 不要忘了他的职场经验几乎为零 能够给到八千到一万 真的是冲动不是激动啊 好的 傅琪 第一次正式八景的职业选择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剧没有品 还是一文集团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第一次正式八景的职业选择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剧没有品 还是一文集团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我想去医院集团 真的是除去唱歌以外 时尚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梦想 我想去创造我自己的事业 我真的挺感激 就是各位老板们对我的赏识 然后我希望是因为 他们看到了我身上的潜质 好的 祝你工作愉快 谢谢